郭文貴議員 政府明白火供應失衡、樓價、租金高期、公屋輪候時間長等等 都是香港市民十分關注的問題 積極密地建屋是增加火供應最根本的方法 政府一直以最大的決心 持之以行、積極密地建屋 經過多年的努力 政府已經密得330公頃的土地 可以興建31萬6千個供應保單位 這330公頃的土地裏面 約三成半的單位供應是來自新發展區和大型的發展項目 約四成多是來自多幅的改劃用地 其餘兩成半是來自包括棕地在內的其他項目 以上種種都反映政府多管齊下的土地供應策略是初見成果 上述未來十年的供應火供應當中 約三分之二會在十年期是隔後時間落成 不少項目存在各種困難和變數 因此我們定必堅持努力 絕不鬆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